10月以来中东局势紧张 美国等待重要就业数据公布前 美股跌多余涨 台股在连放两天台风价修饰后 周五早盘开高以22459点开出 一度涨69点 但接近10点时面临较大卖压 随后指数翻黑跌到22300点 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10月份 各家厂商的一个营收 所以今天其实个股的部分 普遍下跌 台积电鸿海这些大型全资股撑盘 原本市场预期美东码头工人罢工 会造成运价大幅的上涨 罢工的时间维持只有三天 航运运价的一个影响就相对有限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谈到 最新AI晶片投产市场需求疯狂 台积电早盘涨14元 最高986元 鸿海大涨超过3% 扮演撑盘角色 不过美东码头罢工落幕 航运三雄大跌超过8% 万海摔到跌停 全台放了至少两天假后 胎股面临补跌压力 企业也赶紧动起来 毕竟停满一天 台湾经济至少损失315亿 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 日前就提到 制造业都要加班 薪资加倍 呼吁放台风架应该慎重 台风架是地方政府的选择 我想每一个地方政府 都有他们考虑的部分 这个确实造成一些 决定上的一些困难 不过我们回想 从20多年前 将近30年的 整个的放假的机制 都是地方政府衡量 大多数在决定的时刻 都以保障人民的安全 财产的安全为最大的考量 行政院长卓榮泰表示 台风架交由地方政府决定 但希望未来在科技辅助下 有更精准判断 中央和地方一起检讨 明镜新闻杨思敏里 七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